那不管怎么样 你看至少这样子的一个散布图 我觉得你还要再去做一个所谓的验证 因为假设我现在用的是纸类别 那你要是用客户来去算这件事 应该也要得到是这样子的结果 这个叫做经营法则销售利润 最后我只是因为我还没有办法来得及去做所谓的客户关系管理 这又牵涉到很多事了 但至少你可以从这边我们是不是有看到那个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那请问我们在各地区好了 是不是也应该看到相同的结果 好我们就做各地区 那各客户你就自己去做了 比如说我们的地区好所以就插入锁钮分析表确定 然后地区的销售额 地区的销售额跟利润 好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个内容复制选择性贴上 接下来就直接用建议图表这一个确定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画它的趋势线 你有没有发现在地区这边的呈现情形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好那你可能就会想说 那我我在例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哪一个地区 这个点 这个是销售额很高 但是利润一万七东南亚 这个地方就非常不适合用我刚刚说的这个策略了 这样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事情吗 好所以也因此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我们应该是要因地区而去制定出在地的一个销售的方式 因客户分类 然后去做出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优惠策略 这样子才会让公司拿到更多的 例如说订单或是创造更多的利润 好这都是在分析的时候 一定务必要请你们知道的事情 好了那我想我想我接下来要继续请你们 引导你们来去思考这个是各地区的经营法则 就是意思是说假设这个这个点应该代表的就是销售额高利润高 这个也是销售额高利润高 这个点也是销售额高利润高 但是这个点所代表的意思就是销售额高利润很低 所以这个时候只有他不适合作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知道 那请问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客户 跟我说过会有很多的客户 然后记得想是也带 Beck